大家應該有觀察到了 造成雙臂的威脅其實是Lexus 它的銷量真的是默默一直在成長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方式在成長 Lexus近期也推出了LM 我們之前也看到了在國外的影片上面 LM真的是極盡奢華之能勢 可是聽說LM它對準的對手 竟然是S-Class跟7系列 我覺得這其實很合理 如果我今天是個大老闆 我真的有錢請私階的話 我一定會選這張MPV 其實這個風潮是早期 八九零年代其實從日本 從香港那邊就戴起來 就有點像港新車的概念 為什麼要用它來代替 像所謂的黑頭車 像7系列或者像S-Class呢 因為它的內裝的空間 光看外型就知道 這絕對不是任何房車可以比拟的 真的 這個走進去甚至連頭都不用什麼滴 就直接可以坐進寬大舒適的座椅 所以我們從LM這樣的新車來看就知道 剛剛乃哥在講水箱護照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點想偷笑 說你們這些放大水箱護照 那都太小家子氣了 LM才是水箱護照的極致 它的那個仿錘型的水箱護照 那已經不是大可以形容 它整個車頭就是水箱護照 扣掉燈以外它就是水箱護照而已 但是我們都知道 其實它的基礎 它的BASE是從那個Alpha來的 ToyotaAlpha來的 我們現在台灣也很多 其實大老闆就是在使用這樣子的車子 所以它既然有了這樣子的BASE 但是又加上這麼大的水箱護照 要更營造它的奢華感的話 在其他的部分像鍍鉻的東西 它就用得更多了 讓整體看起來更加的一體 更加的奢華 更加的豪華 那內裝的話就不用講了 如果外觀都朝這個方向走的話 內裝就一定是想盡辦法 用最好的皮質 用最好的木紋去營造它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其次 真重要的是剛剛講的 它有那麼大的空間 那麼大空間用來幹嘛呢 它雖然有七人座 但是七人座 我覺得根本不需要去討論它 因為既然要買這個 一定是要買四人座 扣掉前面兩個座位的話 後面就只剩兩個座位 也就是說那兩個座位 全電動的座位 不只夠寬夠大 它還可以整個放倒 幾乎就像是兩張大床一樣 這已經不是所謂 商務艙等級的享受 這幾乎是頭等艙等級的享受 所以再加上 它只要放下兩張座椅的話 它有更多的空間 所以它之間會有 跟前駕駛艙 會有一個私密隔屏的設計 上面還會有一個 26吋的大型螢幕 可以連動你的手機 現在你想得到所有功能 它都可以在那邊應用 所以說這台車 真的就是入地頭等艙 我相信所有的大老闆們 如果真的好好的去做一下 你真的可能會捨棄掉 你的S-Class 可是像這款車的話 它是在年底的時候 有可能會率先的 在這個年底車展登場嗎 據我了解 真的上市的時間 真的發表的時間 要到明年了 因為這個車畢竟 才剛在國外發表而已 但是年底既然有大車展 它搶先提前亮相 被我們先看到 是有可能的 好 那除了這個 我們看到非常極盡奢華之能飾的 Lexus LM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款車 我覺得它非常的有趣 因為我們之前在節目中 有做到一集是紐柏林最速 它創下紐柏林最速 七人座的成績 大家應該知道是哪一款車 Chicota的Codec 而且它是RS版本 那智希 我想問一下 這一款擁有性能版的大宗雄 在台灣的消費者 有可能會見到它嗎 我記得是前陣子的 Skoda的一個參選活動 它已經確定 今年進的幾款車 包含有 Kamik Skala 對 還有一台 就是Codec RS 真的喔 確定會進來 那這台車呢 為什麼特別 因為呢 以前 我們知道紐柏林 常常會有很多 非常有趣特別的 那種追焦畫面 有什麼巴士的啦 然後送快遞的啦 但是呢 其實並沒有 原廠認真的去 拿一個七人座的LSUV 去跑 去測成績 那 Skoda就這樣做了 而且呢 它的這台Codec 它也是名副騎士的性能版RS 那它做出來的成績呢 是7分29秒84 其實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表現真的非常好啦 不過呢 它的 整體的配置 其實並沒有改變太多 並沒有一些太創新的突破 它用上的動力呢 是一顆2.0升雙渦輪增壓的柴油引擎 這個引擎其實 比較舊了 它是在2015-2016年的時候 推出放在海外的一個提光的車型上面 算是柴油的旗艦動力啦 那它整體的馬力 大概200多匹還好 但我們知道柴油引擎 最可怕的就是它的扭力 可以達到500牛頓米 那 講到這個地方呢 大家可能會好奇 就是500牛頓米的扭力呢 這個DSG變速箱有辦法承載這麼大的壓力嗎 當然日常使用但是沒有問題 但是在紐柏林賽道 其實 以它的扭力 扭矩的承載上限 我覺得大概已經瀕臨極限了 但是事實證明 它還是可以在紐柏林賽道 創下一個很好的成績 那除了它的動力系統以外 包含它整體的底盤 懸吊系統 全部都是像它當家這種 Aktavia RS 這種性能車型看齊 那內裝的部分呢 Akintara的擠皮啊 紅色縫線 平板方向盤 這些比較運動化 Sporty的這些點綴 也全部都有 所以 以它的售價來看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如果它的售價並沒有 真的攀升很多的話 這樣的車型 空間機能又好 動力表現又強悍 又有運動化的風格 是非常值得入 我們剛才有討論過 在台灣的汽車市場上面 像休旅車啦 或者是CUV啊 相當當紅 可是其實先輩車這個級距 也是非常競爭激烈啊 那接下來呢 Yongdei的Velaster 這一款非常個性的鋼炮呢 聽說呢 也要來到台灣了 是不是 而且是全新一代的嘛 沒錯 稍早之前 我們其實就已經看到了 三月中的時候 他們的一個媒體活動 就已經放出來了 當然現在是還沒有發表 還沒有正式發表啦 等到六月中的時候 它才是正式發表 不過這個車 我覺得非常值得一提 它是現在已經僅存 在台灣市場真的不多的 就像冠儀講的鋼炮 因為它是以性能作為 唯一訴求的先輩車 然後當然在原廠的溝通 它甚至希望用跑車來溝通吧 因為它的 光看外觀設計就知道 它很有趣 它是所謂的四門設定 不是五門喔 也不是三門喔 是四門 因為它在左側是一個門 右側是兩個門 再加上先輩尾門 這個是四門 等一下我有沒有聽說 右側兩個門 左側一個門 對 但左側只有一個 它是不對稱式的設計 這麼可愛 對 上一代就是這樣子了 到了這一代以後 原廠號稱的第二代車型的時候 當然一樣延續這樣子的設計 除此之外呢 雖然說在動力方面 入門的版本 就是一般版本 還是用1.6升的溝輪增壓 配上了自手排變速系統 所以帶來的操架感受 我想是不會差距太遠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次的導入 據說會出現所謂的N 真正的性能版本N 它採用的是2.0 溝輪增壓引擎 可以到275匹 而且在最近來講 現代就是很努力的跟大家溝通 我們其實是很有跑格的 我們是很有樂趣的 我們要激發你的駕馭的熱情 所以這樣子的N車系 真的進來以後 雖然我們都還沒有體驗過 但是我相信會比以前的Veloster 那只是鋼跑 但是到N的時候 那就是真的性能鋼跑 值得期待 它是用進口的方式進來 對 沒錯 都是進口的 不會變成國產 很遺憾 像以N-Chash4一樣 好的 那當然剛才鎮姐有提到說 Hyundai的Veloster 基本上它是希望以跑車的形式 來跟大家溝通 但是接下來這一款 非常正規的跑車 BMW Z4 我相信很多的BMW的車迷 也期待很久了 同時它也運用上了 Toyota Supra的一些技術 那乃哥 到底什麼時候來台灣呢 這款車 其實這台車 我記得網路常 酸民在選車都會說 不出手牌不買 沒有Velion不買 那這台車你怎麼樣都買不到 不用買 因為它就是一台敞鋒的雙座小跑車 然後它也沒有出 在台灣引進的這一個版本 也不會出手牌 它就是巴素的這個 手製牌 那它在台灣 跟剛剛我們講 7系列啊 X7啊 來說的話 它比較低調一點 它應該不會很正式的 跟大家去見面 它可能就在店頭 悄悄的發表 那悄悄的發表的話 它大概發表兩個車型 因為報價現在應該是出來了 就是270萬跟370萬 它會說 哇 有這種車型嗎 就是說推一台車 我只給你兩個車型 然後差價是100萬 很離譜對不對 但是你仔細看這兩台車的差別的時候 你會說 這100萬好像也挺值得 為什麼 第一你從2.0升變成3.0升 對不對 馬力從197匹到340匹 那扭力從32.6公斤米 這100萬看起來 還好嘛 好像也說得過去嘛 而且它的這個0-100的加速差別 你看差多少 一個6.6秒 一個4.5秒 這是非常有感的 對不對 它這一次最大的改變 Z4就是軟棚 改成軟棚 這有效的又降低了這個車的總重 降低了40公斤之後 所以它的性能會更好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會說 這台車是不是就變成說 BMW剛剛講的 整個運動裡面 朝著高富大去走的時候 總算有留一些有好像BMW血緣 這個對於操控對於性能的 這個車子還留在今年即將上市的新車中 所以大家會期待 什麼時候 我覺得應該就是在5月中的時候 接下來呢 我想大家都還是很關注 Toyota在今年 其實在第一季的時候 就推出了兩大神車 Rufford 還有Altis之後 緊接著 大家也相當關注了這一款車 那就是在商旅車的部分 它要搶很多市場 直接對達到T6了 這一款是Toyota的這個 應該叫做Granvia 對 那請問一下大維哥 這個Granvia 它在之前 它是有一個三人座版本的貨車 那其實我們知道那個銷量非常好 一下就售完了 那接下來Granvia 它會用什麼樣的形式 而且它的價格 聽說是不是在T6之下呢 的確 這個Granvia是Toyota 即將要引進的一款全新的商旅車 這輪車型 你也可以看作 這是在Alfa之下 對不對 然後Brevia之下的另外一款選擇 對 價錢它很多 對 但是Toyota的確 而且它在這個商旅車跟修旅車這個市場 它經營的相當有心 你可以看從Alfa Previa Sienna 然後之前還講了這個Lexus LM 接下來這款是打這種商用車市場的Granvia 這款車是跟我們先前講的那種 那個三人做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是六四 那是只有六十輛 是一個純貨車形式的 而這款商旅車它主要打是國內市場最大的一個商旅車 機場接送到環島旅遊這類的市場 這些市場過去一年都有四千輛 它要進來這市場 它一定也是瞄準四位數的銷售量 它主打就是大排氣量的這種 柴油引擎 然後多人做的 比如說八到九人做的空間 另外它這次你還有這主動安全的選項 它這樣子康當的家庭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